欢迎大家收看《科学新知》 今天星期我们有一些暂新的科学消息 多数都是和他有关的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 我小时候已经发射了 就是《何行者1号》 它现在去了哪里? 我先问一个重要点的问题 你小时候是多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70年代 70年代的东西 其实它发射了46年 现在计算一条数 大约77、78年左右的这样的时间 一路它就飞出去 我们现在就是说人类文明 能够射出去离我们最远的那件事 其实分别是《何行者1号》和《何行者2号》 都叫做我们说 去到这个太阳是差不多外面了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留意的 我们譬如有探讨过 究竟它现在去到那个已经超越了海王星 冥王星轨道以外的地方 那个叫古白带那个地方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像有些数据回来的 但是其实因为本身这件事设计的时候 那个规格就不是预用那么久的 它理论上的能源可以用很久的 一会儿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 但是它其他的基建就是 用得多一天就赚一天 如果它真的能够去到更远 也能够用得久的 继续能够发射信号回来 就什么都赚了 其实最新的一个update就是说什么呢 在最近的过去那几个月 其实我们又和这个航行者1号 叫做断了联络的 它就似乎开始出现一些基建老化的现象 它可以接收我们给过去的信息 来做反应 但是它发送回来的东西是古灵精怪 就是沟通不了 有人就说这东西开始老了 就是语无伦次了 但是又很有趣 最新最新刚刚这个星期的消息就是说 能够回来 我们能够将它确认到那个问题 就找到在哪里出来 现在就知道如何去更正它 令到那个航行者1号就继续和我们联络 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发送一个信号去航行者那里 它要多久才能收到呢 它现在那个距离就是240亿的 什么?kilometer 是什么? 你说公里那样 公里那样 但是你讲到几百亿那样其实是什么概念呢? 你几万亿几百亿对我们来说太差太远了 那我们用这些叫光速来做单位 我们给下去的电池波讯号射出来 以光速行进航行者1号要收到呢 22个半钟头 所以呢如果你说用一个方便的单位呢 这个就叫做22.5个光时 这一段距离 就是说连一个是光都要走22个半钟头的一个距离 所以呢 你一来一回的信号呢 你发送它 然后它马上给反应 然后射回来呢 45个小时 那就是你要查一下它 是的 你要查一下它一来一回就45个小时 那就是这里也要留意啦 我们说22.5个光时 那你不要以为是时间单位啦 是一个连光都要走22.5个小时的一个距离来的 那它现在是说它是 我们不断和它在联络中的还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为了整它就不断在联络中 先前发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发送信号给它 其实我们不停去试这个极限的 看看它可以尽量将它感受到 用得到的 周围探测到的东西 就继续发送回来 那都是要 一直以来都收到的信号越来越微弱啦 那都是收到的 那当然啦 它本身是一个四十几年前设计的一个仪器 那所以它里面的那些运算的速度那些呢 就很慢很慢的了 就是随时就是 就是绝对是被我们 用的这些电话啊电脑啊 那些运算能力是低很多的了 那所以它每做一步 它探测到什么数据回来呢? 它的运算是很慢的 就是它的基件本身 当年的那个电子元件设计所限 但是都叫做它用到的 继续有东西是发送回来的 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在去年年底开始呢 我们发现到它呢 它射到个信号去 它接收到 它懂得给反应 但是给回来的东西是乱七八宗 我们不知道怎么解读 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乎就是说 是不是应该要放弃呢? 因为这件事似乎这样 它发送回来的东西不稳定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说了 有些基件已经是硬件上已经不行了 就是不是纯粹说软件上有些东西 转不行了 那你就关机开机就没事了 但是有些东西根本上里面 可能硬件有一个部分已经是不能用的 那于是乎就已经不再能够正常运作 就是我们如果用一个俗话来说 就是一个器官衰竭的问题了 就不是纯粹去日常饮食的问题了 就是内部器官功能的问题的时候 那会不会代表着这件事已经不能用呢? 但是有得意的 最后找到一个方法去fix 是什么方法? 你讲这个之前我想问了两件事先 第一件事它太空很阔的嘛 其实如果你要现在跟那个行政一号 要跟它去沟通呢 你怎么知道它那个位置在哪里? 你要追踪它的轨道是一直可以追踪到的 因为外面你说如果没有什么很庞言大物 去改变它的状态的时候 你是可以追踪到的 还有就是如果它一直可以保持正常的沟通 它是报到它的方位 它是将它过往那些飞行的轨迹 有没有改变的方向 它大约去报导出来的 所以我们继续可以追踪到它的位置大约在哪里 它的轨迹我们基本上还是用牛敦力学 就叫做handle到它的轨迹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发送那个讯号 描得够准那个范围的话 那它是有灵敏度接收到 然后它也都懂得描述 然后向地球射过来的时候 我们地球上面的收集器 也都是能够有足够的灵敏度 探测到那个讯号的时候 那这个沟通就可以继续了 就是你会发觉它 为什么这个任务可以继续延期到 比我们想象中更加高呢? 其实就很有奈于我们现在的瞄准能力 和接收的灵敏度提高了 所以才继续保持着沟通 原先是基本上二十多年就玩完了 那现在你继续有一些继续有一些 四十多年都可以继续下去 那这件事我再讲多一点点了 为什么它后来又能够做呢? 现在我觉得有工程人员很厉害 它是能够找到原来是这么多个器官 这么多个零件哪一个是出现问题呢? 就是它其中一个Memory的那一个部分 那它幸好就不是说 运算那部分出现什么问题 不是那个大脑出问题 而是其他一个呢 专是负责暂时传取着资讯的那个部分呢 就有问题 那令到它出来的东西是乱了 记忆错乱了 那就很有趣了 他们发现那粒RAM呢 就不是整粒坏了 它是整粒RAM里面某几个address是坏了 那它为什么会坏呢? 其实很可能就是 随着连月被辐射照射得多 它那里真的变了质 但是原来你只需要巧妙地 比如它整个RAM里面的位置 你避开那些坏了的部分不用 之后你所有软件你将它稍微给个指令 就是说不要再碰到那几格的memory 只是用回正常运作的那些呢 给了个指令它 它继续可以接收到的 然后它自己去更新 它避开了去使用那些坏了的那些memory的话呢 现在法国搞定了 它就可以继续正常运作了 所以你比较几个月前的新闻和刚刚上个星期的新闻 就是航行者一号已经又回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 对于那个工程人员 和整个那个太空项目里面 它怎样不停地挑战极限延长这个航行者一号的寿命 就很值得去留意了 第二个问题是 它现在譬如传输回来的那些信号 是不是我们可以 例如在那里拍一幅照 就是这个航行者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它拍了一个太空的照片 射回来给地球 那你又不要想象到 好像今时今日那种高清彩色的那种照片了 其实以前那种 拍照和能够将那个照片发送来的能力是很低很低的 就是很多时候它能够发送到的资讯是一些很简单的数据来的 还有又要留意了 在那里你如果再要去做那些比较负荷重的任务来说 那个意义在哪呢 它的任务本身是曾经去横越过的一些行星去拍照的 因为那时候是为了要拍个行星 现在你已经远离了那些星了 就是那些行星对于那个航行者来说也都越来越远 它再拍其实也都没什么特别意义的 就是我过往都有一些更加清的照片 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任务 而那里来说 你到处再拍呢 其实也都是没什么很特别的东西的 反而就是它收集到它周围的那些辐射那些其他的电池的数据 就才是更有意义 就是我们都不会预期那里有什么龐然大物在那里的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是很厉害了 有就令就是神秘之一了 那它现在收回来的数据就是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里的辐射有多高 或者我这里是那个温度啊 或者是不是类似这类东西 是的 就是一些比较 就是相对简单一些的数据 它就会继续发送回地球那里 除了这个之外呢 美国太空总署我们上星期也说了 那个太阳散 那现在它就说Ready for launch 是不是真的这么快呢 其实这个项目又不仅是NASA 如果你留意这个星期呢 它那个太阳帆那个项目呢 它一定要有些前期的研究的 那现在这次其中一个前期的研究 刚刚在这个星期发射呢 就和韩国有份参与 韩国呢就大家留意了 其中一个叫做最顶尖的这个科研的机构呢 就叫K-A-I-S-T 那它譬如如果大家留意 世界其中一个比较领先的核聚变WOLO呢 就是由韩国的这个K-A-I-S-T 它有份去建立的了 而同时呢 它在刚刚这个星期参与的另外一个项目 就和太空有关 它就将一个初型的一个太阳帆的项目呢 就射上去太空那里 就先放在一个地球同步轨道那里 那大家要留意太阳帆 最希望就是能够 那个目的是什么呢 你射到上去 本身这个东西有这么轻得这么轻 然后那个物料是可以撑开一个面积 是有这么大得这么大 令到你可以吃着那个太阳风呢 就帮你推进 把你推去离开这个太阳系越来越远的地方 那个概念上就很简单了 因为太阳是不停地有东西噴出来的一件东西 如果你能够好像一个风帆的原理 打开一个帆 那个帆越大的话呢 你就能够吃得着越多的太阳风 那当然了 你越大的话 那东西就越重了 但是 就是以往 我们没有更好的物料的时候呢 你这东西越大越重 你发觉就未必好划算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能够做了一些 很轻又很坚硬的物料 你可以把它打到很大的时候呢 它的成本效益就开始来了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来做推进 那你想预现实差多远呢 我们认为太阳风的数据 但是太阳风可能实际上很多数据很飘忽的 实际上用起来的时候是否效果呢 那现在你发觉前期研究就真的走了出来了 那韩国这个KIST呢 那他这次就放了一件好像一个微波炉那样大的东西就射了上去 但是这件东西本身呢 他就可以整把遮掩的 可以一下打开一个很大的帆 都挺厉害的 那帆是有成 都叫做有成80个平方米 那么大块 那你计一下80平方米 换回我们家里住屋就是800尺 就是一打开就有个800尺的房子那么大了 然后看看他 他就不足够有能力吃着太阳风去推进去外太空的了 但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就是我们现在想上去真的收集一下数据先 我们就想看看他 处身了在那个和地球同步轨道的时候呢 他可以每不同角度啊 就是他不同周期变化 会不会有些突如其来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啊 就其实就是搜集一下这个太阳风的状态 就看一下我们真真正正在发送的时候呢 就是需要满足一些什么不确定的条件 就是我会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大航海时代来的 你不是有架船就代表你到处都去到的 你哪里的地方那个水门是怎么样的 就是那个浪啊 那些水晴是怎么样的 你是需要去做一个探险的 现在你会发觉呢 这个刚刚这个星期发射上去的这个太阳帆的初型呢 就是一个很前期的研究了 那它呢就代表着呢 我们未来那个似乎太阳帆的探索又进一步 那大家可能想啊 那有件事离开太阳系有什么厉害呢 那但是呢 我想有个题目大家都会很有兴趣 也都是过往我们都经常提过就是 现在呢 我们去到一个 就是对于太空探索已经不是满足于射件事 在地球周围和去到月亮火星就算数的 我们已经真是尝试去探索一下有没有可能呢 去到我们最近 处身于这个叫做4.3光年外的那个半人马座的那三个太阳仔 那我们如果能够突破离开了我们这个太阳系 我们而且能够有能力将它加速得越来越高 那然后就配合一下未来一些科技 我们可能做到一些的噴射引擎 甚至乎有核动力装置的一些引擎 能够做到很轻巧 将它不停地加速的话 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一块这样的东西 加速到它光束的20% 从而令到我们最后有希望就可以 利用20多年的时间就去到旁边的那个太阳呢 那所以太阳繁就是其中一块东西 而另外一块东西就是刚才说这个航行者没有提到的 就是那些核动力的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持久力很久的 为什么譬如说航行者可以这么久都还有电呢? 就是因为它里面是用了有个核反应堆在那里 它那个反应堆当然不像我们今时今日那么厉害的那些 它纯粹是一个有些很久都衰变不了的核元素 就是譬如你说Platonium这些是八万年 就是几万年的一个半需期的 所以你计算一下这条数据 现在航行者上面在用的那个电量呢 它就不是在用Platonium这些了 其实它也是在用一些 那半需期是以百年计算的 现在它的电量还有当年的70多% 所以你看到航行者的电量它是减了一些 但是它还是运作绰绰有余的 所以我们未来去射这些东西上去的时候 一定是在说用核动力的东西了 那所以你说呢 用几十年 就是如果纯粹能源供给要用几十年用一个核电池呢 是不成问题的 问题就是其他东西你能不能够持久 以及你能不能够真实际上把这些东西可以 推进到以光速的十几二十%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考验了 那所以太阳帆 核动力 再加上就是未来能不能够成功找到对的物料 令到这件事做得更轻巧 从而令到最后这件事可以很轻易地不停地提出 去到这个光速的十几甚至二十几三十%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 我们就能够在一个人 在一世能够有限的时间里面 亲眼看到有些东西送去了旁边的太阳 然后他还可以给他拍到的东西回来给我们看 现在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最终一个问题就是 他这个帆是用什么物料做的? 你发觉都是这些有碳纤维的物料的了 你要做到很轻巧和坚硬 还有你见他好像有一层 好像石子那样反光的东西 因为你要做到能够反光 他能够吃太阳风是吃得更加厉害的 他有能力将太阳粒子 甚至乎光打下去之后反弹了 是令到它的推进力加倍的 这个完完全全是牛顿第一定律 告诉我们的一个原理来的 所以你这个本身是用到 那些碳纤维的一个这样的繁 它上面还要度一层 反光程度很高的一些物料 那多数是一些金属物料来的 我一次看我们那些石子 是的 但是你单单一块石子就不行的 你单单一块石子就很容易 你折起来再打开 它就很容易皱折和破坏的 所以你一定要后面背后有一些碳的 纤维结构去支撑着呢 那才能够做得更加坚硬 和可以更加持内疚 我们第一次在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神秘的事第一节 2022神秘的事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跟大家讲些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件 话说在几个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个女人 站起来大炒大赖 说要下机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隔壁的人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那个女人 其实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隔壁的一个 是一个叫Shakeshifter 的东西 那几圖你怎么看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事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 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事会讲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话 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akeshifter 去模拟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一天观众在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圖在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就扮我们在做节目 但是如果是这样 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 人们就在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你追我们的节目 关键是 如果观众看完之后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问题就解决了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圖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其实就要有人扮我们两个 就不要紧要的 最紧要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按一下 我们有新的节目 就会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事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我和台长 所以我们当时是企图